哈啰 大家好 我是建峰瑞 现在呢我人在林口的新家 但是这一集呢不是新家的tour 所以大家不用太期待 我刚搬来这里吃大概才一个多礼拜吧 所以我对于这附近的东西 吃的东西很不熟 就是很陌生 然后因为我现在刚好要出门去吃饭 就在Google上面找了一下 看看有没有附近看起来还不错 或者是我还没吃过新开的一些店 但是我必须先说 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啊 是几乎没有小吃类的 应该是说完全没有那一种街边美食那种小吃 都是有店面的餐厅啊 或者是连锁餐饮 然后我刚刚找的那一间看起来还不错的 也是连锁店 只不过因为他有推出一个林口限定的餐点 所以我想说可以去吃吃看 然后去做一下记录 今天这一集呢不是那一种什么 林口在地美食一次报10个什么 5到8家那种比较致式的探店的影片 今天这一集就纯粹是记录我在林口吃东西的Vlog 对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那种探店系列的话 这一集可以先上当 那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日常的分享的话 我们现在就继续看下去吧 现在林口突然下大雨了 我现在躲在林口的公园的两亭躲雨一下 林口就是公园非常多 大概走个几步就可以看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园 它应该是大台北地区公园占地面积最多的行政区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做林口还不错的原因之一 虽然就是比较潮湿一点 幸好我今天出门穿这双凉鞋 好看吗 我大概买了然后穿不到5次吧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公园有养鱼耶 我坐在这个公园附近 夫伦公园 登登到了就是这一间二楼餐厅 它是今年才在林口新开的 主题是二楼餐厅是露营风格的 然后旁边就是寿司郎 林口先定有两个耶 一个是香菱节瓜鱼菲粒 然后另一个是烤鸡肉 我想要吃烤鸡肉 谢谢烤鸡肉没了 只剩下这个鱼菲粒 但我今天比较想要吃牛排 所以我要点这个啰 林口限定下次再吃 我真的很久没有吃二楼餐厅了 但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还蛮常吃的 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 学校对面就有一间二楼餐厅 不过它就不是这种主题式的 就是比较一般 我记得二楼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饮料可以一直续杯 因为你们也知道 以前学生的时候就很贪这种小便宜 对但是对它的餐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可以一直续杯的饮料就是这一杯 然后这一杯就是果汁 这不穿是什么 好复杂 可是是好喝的 它是红炒里面都有放那个柠檬片 蛮好喝的耶 我在想说会不会很色 结果蛮顺的 是我太久没吃了吗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饮料的表现都满满意的 我的牛排来了 它现在连盘子都还是热的耶 很有嚼劲的牛肉 不是属于那种入口即化很软嫩型的 我也记得它以前薯条不是长这个样子啊 薯条的经验程度 比那个牛排的经验程度还要来的高 这薯条蛮好吃的耶 嗯 法式吐司 请问是 二楼进步了还是 零口的二楼店特别好吃 今天的法式吐司很好吃耶 干湿的那个程度拿捏的蛮好的 然后外皮带有点脆口 牛排的话就真的是要那种喜欢有脚感的人在点 如果你是那种期待 入口即化很软嫩的那种牛排的话 你吃了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开心 这里还有一个 半熟的太阳蛋 哇 感觉 好罪恶啊 很好吃 多了一个浓郁的口感 吃到最后发现它牛排其实蛮多的耶 因为它切得很厚 所以那个份量其实吃得蛮饱的 好的 我现在已经吃完了二楼了 然后因为我家就住在那个山井的旁边而已 所以我现在决定去山井里面晃晃散步 顺便消化一下 然后里面有一些甜点 可以吃 又吃 到了我要吃的甜点就在这个入口 B1 希望台湾可以早日引进韩国那种可以直接插进去就套红的三套 不然这个手动的有点麻烦 我每次来山井逛街一定会买的甜点就是这一间 胡子爷爷 然后我刚刚看到它有出一款四月限定的口味 就是统一布丁的内馅 所以我以为统一布丁的爱好嘴 真的就是统一布丁耶 就是很像把那个统一布丁一直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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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咬的这样烂烂的把它灌进那个泡芙里面 百分之百还原耶 那个味道都没有变 只是它里面好像又有塞一点那个卡士达酱 而且连那个统一布丁最经典的那个黑桶的部分 它也有 喜欢统一布丁的应该会蛮爱的 因为真的就是神还原 好吃 三一也是来逛三井Outlet我一定会吃的甜点 冰淇淋 先来吃草莓的好了 因为刚刚那个店员有提醒我说这个焦糖的比较甜 而且今天是怎么样 我今天遇到的每一个店员都好亲切 我刚刚在那个冰淇淋柜上面啊 店员就请我疯狂的试吃 就是几乎每个口味他都请我试吃一轮这样 因为我刚刚有跟他讲说我想要一个草莓口味 但是我不想要那种太甜的草莓 他就推荐我这个就是里面有那个草莓的果肉 草莓酱里面那种类似蜜餐的那种形态的草莓果肉 第二个焦糖 他就是香草冰淇淋然后里面夹大量的焦糖酱 香草冰淇淋的本身甜度我觉得还OK 可是那个焦糖就是会比较甜 可是那个口感上面就会比较有变化 所以当你吃到那个焦糖酱的时候 就会突然有一股爽感 就是很像突然咬到那个融化的太妃糖牛奶糖的那种感觉 我逛完outlet了 然后旁边这里是outlet二馆 还在盖 还没有开幕 我刚吃完冰的时候就打算差不多可以走路回家了 结果我发现 我家附近居然新开了一间韩式的吉拿棒 就是我前阵子去韩国的时候常会看到的那种街边小吃 这不吃行吗 到了就是这一间明朗时代 明朗时代 选择障碍 超级多种口味的 这里有很多调味料可以自己调 然后它也有告诉你怎么搭配 来试吃热狗了 然后因为它里面放的那个韩文歌 才是有点太大声了 我怕会有版权问题 所以我现在出来这里外面吃 超大一根耶 然后它外面是有沾一层糖 可沾可不沾 可是那个店员说就是韩国的吃法就是会沾一层糖 然后我上面是撒那个番茄酱跟那个蜂蜜起司酱 到底 我觉得它的外皮裹上一层糖之后更好吃耶 因为会有点像在吃那个甜甜圈的感觉 我看那个网路上面的介绍啊 说他们是用那个米去做发酵的 所以那个外面的这一层那个面包吃起来其实蛮有嚼劲的 然后很蓬松 去韩国那么多次 然后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这一间明朗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店内的介绍 它好像在全球已经有七百多家分店 但是台湾好像 这几年才开始有那个分店出来 我真的都不知道我家附近有这么多厉害好吃的连锁店 不需要跑台北了 领口自己制成一格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因为我点的是拌拌 有一半是起司 然后会有一半是那个热狗 热狗比较介于德式跟美式之间 就是口感偏美式 但它的味道跳我也比较偏德式 而且我觉得那个米的香气其实蛮明显的 有点年糕的香气 对就是年糕 天要亡我 我看到豆花店 都忍不住想要进去吃 它二楼有一个蛮大的用餐空间 别有洞天的感觉 但是音乐放的有点太大声 这是我点的仙草雪棉冰 原本我是要点那个豆花的 但是我看那个Google频道上面 很多人都是说他们的这个雪棉冰很好吃 所以我就是改点这个雪棉冰 今天真的不是美食探店 真的纯粹就是我经过的时候很想要吃东西 哇这个仙草感觉纯度很高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质地整个口感偏硬 很像是有在做重训的仙草 他说他们的仙草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难怪 但是雪棉冰真的蛮好吃的 有点类似像我在澎湖吃的那种仙草冰的味道 他是拿那个仙草砖然后把它削削削削削成像这种雪棉冰的形态 哇好冰啊 如果我今天没有拍片的话我单纯来这边吃的话 其实那个音乐也是有点太大声了 可能你戴耳机啊然后要看Netflix啊 或者是你戴耳机看那个YouTube影片的时候 都会有点受到干扰的那种 的那种音量 以上呢就是记录我今天吃一餐的Vlog 然后我已经吃完中餐了 我要准备回家继续工作 没有错我的一餐就是可以吃这么的多 希望我之后呢可以在这边再熟悉一点点 然后再吃多一点这边的美食 我再专门拍一集林孔的美食特辑 Part 2跟大家分享 之前已经有拍过集Part 1了 可是之前吃的都是比较偏老街那一边 比较不是偏我现在住的 就是山景附近这一边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比较日常的Vlog 我是杰柏瑞下期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